我们先创建一个方式 这个方盒子就代表是这个厂的玉 然后将这个方盒子卷拌成体素 以绝对模式的 现在它这个体租里面是不存在那个体积速度的 然后我们应该创建一个体积速度场 这个名字一定要按照命名规范 其他命名它是不识别的 现在虽然有速度场了 但是它没有数据 它是一个空的一个速度场 速度场是实量的 所以说这个内心必须要设置证据 我们可以获取这个速度场 先查看一下它的数据的大小 在连接上又有机 然后出现一个添加一个观察点 现在数据是零 我们将它起数中的位置数据 复制到这个速度场上面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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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通用的设置几个体属性的一个节点 它可以设置任意属性的值 现在体积速度属性是有数据的 但这个数据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想要的 它只是一个位置的一个数据 可以用这个点观察节点可以查看这个点上面的数据 以及数据的方向比如如果是实验的话可以查看实量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范围方向域场域是有场的数值 场的这个数这个数字场的信息是存在的 只不过它并不是方向和大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面片 然后通过那种面片上的点 来控制这个场哪里是谁要显示的 好 好 对 这个面片 连接到这个体积观察符上面的一个解合体数镜上面 现在这里可以改变这个显示实量的一个长度 不用它自动的 我们自己自定设置它的长度 我们在这里可以改变这个显示实量的一种 我们通过一个随机分形湍流节点 来对这个速度长进行一些随机化 Bipost中的随机节点还不是很多 这些我都给官方反应过 我希望他们在以后版本中能增加更多的随机节点 因为如果做程序化的话随机点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能看到这个速度长是有一些随机的变化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粒子系统 也验证我们的这个资金一场是否有作用 创建一个基本的粒子图 然后将图形爆炸开 这是一个基本的粒子系统 Bipost的现在的粒子系统还不是很完善 它今后会设置一个新的粒子系统 我们重新创建一个Bipost节点图 将那个厂的节点图和粒子节点图进行分开制作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控一些 也比较清晰一些 现在关于问题怎么把那个厂的数据引到粒子图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现在给这个粒子图增加一个物体端口 这个物体端口是通用的 它的数据可以在任意一个Bipost图里面进行任意的 就是券 比如说你想从一个图的数据传输到另一个图的数据 就可以用到这个物体端口 这个是暂停的 暂停就是让它编续先不编译 这样的话你在调参数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卡顿 它会暂停编译 当你调完参数的时候 然后按Ctrl加 加那个点那个按键的时候 就可以取下这个暂停编译 我们先将这里面图的节点 第一点应该展开 在节点编译器里面 然后将这个粒子这个对象端口 然后连接着这个厂的这个端口 这个是连刚才连错了 应该连的是那个体数的体积的 就将这个体积这个最终的这个厂 这个数据全输到另一个bypass图里面去 让两个带货的图进行互相通信 现在我们增加一个体积影响场 然后用这个厂去影响粒子 取消暂停编译 连接下来 本来是他这个体积上面是有这个阻力参数的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 这个这个情况我也给官方反应过 但没有得到回复 我们将不同的图 我们将不同的图命名成不同的类型 这样可以更好的分辨 每个图是用它的作用是干嘛的 加个时间节点让这个团流场 让这个团流节点会有一些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就是让这个厂的数据是动态的 然后将这个进度稍微改低一点 这样气氧速度会快一点的 现在看着它是有这个受到自定义场的影响 这个链子系统 有这个状况 现在它的方向是随机的 我们希望它是向右方向 像风一样 往右吹的 然后会带有些随机感的这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它增加一个 就是横向的 那个定向的 那个方向的一个长量 让它确定 它大概就是大致的一个 吹的一个方向 将这个速度改成一个长量 改成一个单量 然后将方向设置为X轴 现在看着它这个可视化 这个线条是变得非常长 而且它方向都是朝向这个X轴的 可以看着这个例子 主要是往X轴方向吹动 我们把这个随机的这个符字给这个参数调到玛雅 玛雅界面上去 包括这个厂的这个方向 这个大小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它这个编辑系 Bibbles编辑系重新编译 你在调这个参数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重新编译了 解决了它卡顿的那些问题 Bibbles重新编译这个问题 官方曾经 看那个马库斯他Bibbles产品经理 曾经说过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而且不久将来这个问题就会解决 现在我们希望改变一下这个例子的大小啊 以及形状 这时候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Bibbles图标 然后这个图标是专门用来对它的缓程数据进行操作的 创建一个对象类型的 将例子的输入数据连接到这个缓程的输入数据 让它们之间的谈之后 让它们之间彼此同性 嗯 我们先改变这个栗子的形状 默认它形状设置是磁板类型的 点的它显示这个显示类型对那个四组性能是有很大影响的 影响最大的是那个球好像是那个球形的那个 但是显示最慢的最快的是点 然后过来就是那个磁板类型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以磁板类型的显示 它对性能的影响不是很大 当你的数据那个点的数据达到上千万的时候 这个点大小的话默认的话是无法设置的 就是那个设置点形状那个节点上那个点大小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获取这个点大小这个数据 然后通过重新覆盖它的数据 你设置它的大小 先获取这个点的数据 先获取它的大小 然后覆盖 给它车有个 这个陈伐节点 将它的原始的大小数据进行相乘 这个图不仅仅能对它粒子的大小进行增加 进行改变 它可以对它的粒子的后期的缓程的处理 都可以在这个节点读里面去做 并且它不会影响到解散器 我们将这个大小的这个数据控制因素放到玛雅上面 这样好控制它的大小 然后将这个粒子的发射速率 参数也得提到玛雅的界面上去 主尼的参数 这个控制 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方便了来控制这整个整个制作流程 我们把所需要的参数都调到玛雅界面上去 这样就可以防止当前这个编辑器的一些弊端 就是它编辑会卡正的问题 在参数可以进行多次的尝试 调试 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在办法之中 制作一些自定义层 它是非常口控的 有很多底层的节点 比如说数学节点 一些逻辑生产佛雅这些 你都可以去方便的去控制它们 而且它的节点是不拘束的 你不是说它可以在任一个地方任一个图表出现 它不受到那个模块的一些限制 一般情况下在复杂的流程中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将制作图分类 就是分模块 每个图它的作用是干嘛的 它只做这一块的作用 然后将它的数据放到另一个图中进行处理 这样可以实现一些模块化的流程 而不是把所有的图都放在一个图 一个图形里面去 那能感觉很乱 然后再说它就像是量的 那么就像是量体铁 就像是量体铁 这种人的事 有的